喂 大偉 嗯 氣著你好了沒 車票我幹嘛 慢慢跟你說 房間內的套號要記得拔掉喔 好啦好啦 我知道啦 我叫喬大偉 山流大學畢業 單身 退伍一年多 找工作四處碰壁 只能靠便利商店的時薪工讀來養活自己 這樣的魯蛇人生我不討厭 但是 我討厭過年 明天要圍爐 又要被那些三姑六婆倫間問候 為什麼老天爺不好處罰這些人 讓問這些問題的人 乾脆要暴斃死一死好了 這樣我就好好過年了 媽 我回來了 蛤 你回來了 東西放不放耶 準備來吃年月飯囉 好啦 什麼夕夜會有誰啊 好啦 來了來了 欸 大偉 新年快樂好久不見耶 大偉 哇 天哪 最討厭的時刻終於還是來了 接下來他一定又會開始問我一堆 我不想回答的問題 聽你媽媽說 現在在台北工作啊 一定賺很多錢喔 現在有什麼時候要買房子啊 趕快跟小阿姨說 沒有啦 阿姨 我跟你說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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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阿姨 三叔 小阿姨他搬血 死掉了 大偉已經又來了喔 跟你說啊 那個漫畫書不要看太多啊 那不好的東西啊 我沒有看啊 對了 大偉啊 你最近在台北工作順利嗎 他一個月薪水了嗎 不是啦 三叔 小阿姨他已經 等一下 三叔 三叔 怎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說出這些話之後 他們都暴斃死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老天爺不好處罰這些人 當問這些問題的人 剛才暴斃死一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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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我說出了 不該說的話 早會害死我的家人 我不能再害我的家人死掉了 三叔 三叔他的遊戲也死掉了 不要玩了啦 趕快去幫你媽端菜 大嫂 你先不要管菜 你從現在開始 不要再問我任何一句話 拜託拜託拜託 你講什麼啊 我知道 你是不是工作太累 像你大哥 今天除夕夜還是要值班啊 不過 他今年年終領得很多耶 啊對了 你今年年終領得多不多 大嫂我不要 沒噴血 沒噴血 媽媽 那個 那個三叔 阿姨跟大嫂 什麼樣子 這樣 你是不是做什麼 無情無情的 我跟他講 隔壁王叔叔他兒子 今年都帶女朋友回來過年了 阿你呢 你也在家 媽媽 不要問 幹嘛啊 不肚子不肚子 媽媽是要問你啊 不要不要不要問媽媽 不要問拜託 那你要幹嘛 媽媽什麼問你 媽媽不要問 拜託你不要問你這樣子 不要你死了媽媽 你知道我怎麼吃連夜嗎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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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問了 媽媽 大嫂三叔阿姨都死掉了 到底是我一個人圍爐還有什麼意思 你什麼時候要結婚 媽媽 那倒只是做夢 嚇死我了 其實想一想 過年啊 有家人這樣子關心問候 其實是幸福的 我真的是太不知足了啦 媽 我壞了 欸 你這要幾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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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種最美味的 兒童